9月27日 张岸汪小飞被偶遇 母子俩现身北京高铁站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当天张岸穿着白外套配红裙 马尾变飘飘 脸上的皱纹清晰可见 那也展现了她的真实年龄 而汪小飞戴眼镜 白衣黑裤 皮鞋 身高1米8亿 在人群中很显眼 她走路有点低头驼背 和直播时差不多 她还有点发脯 衣服遮不住小肚子 看来需要多运动 他们似乎是在等车上济南 身边有很多助力 有网友透露 他们是去济南开新店的 坐高铁比较快捷方便 母子俩到达现场后 遭到很多人围观 张岸热情的祝大家终究快乐 张岸红裙配饰华丽 气场十足 而汪小飞则显得有些局促 母子俩形象反差大 据说他们开店的地方平时人少 因为他们来了才热闹起来 张岸虽然有争议 但她是女强人无疑 当然也有人说 张岸是靠前儿戏大S的名气才红的 不过汪小飞给大S付那么多抚养费 也算合理吧 现在汪小飞有新欢了 大S也和聚俊叶结婚一年多了 最后也祝两人各自安好吧 对此你怎么看呢